但内容就是回向 政的要明心见性 我当时一看 我就跟他讲我们学案的 我们作为准题行者 应该要怎么样来回向 我们不求空 不求权 不求大 我们要实实在在的 让你自己能够得到利益 我说你现在你看 你现在这个债还没还 这说明什么 你要积累福报 你首先自身的福报 首先要积累 积累起来 你不要 你自己的火炬还没点亮 你就想着要 利益所有的人 利益一切 把功德回向一切众生 回向空性 要正的空性 要正法身 要明心见性 这个不是我们准题 法的修行的路径 我说 你还是先要把自己的火炬点亮 自己要丰盛起来 后来还跟他讲了很多 慢慢慢慢的 他也接受了 因为他自己觉得这么多年 修行了很多年了 也有 但是一次是穷困潦倒 欠了很多赞 所以他自己的生活都保证不了 现在 后来就是慢慢慢慢的 就是按照我们发愿 他也改了 慢慢的要发愿了 发愿就是改了 他自己要挣钱了 自己要挣钱 慢慢慢慢的 这个园 也出现了这些变化 就有一些这样的 通过发愿回向了 那么他在他们当地 就有一些这样的工程 一些小的工程 建房子的一些小的 人家起房子 他也能够接到这样的单了 慢慢慢慢的 逐渐逐渐比以前就好 直到有一次 他一下子 就是水洗了 水洗火供 一下子就水洗了400块钱 以前的每一次 出自火供都是水洗20块钱 那一次他就水洗400块钱 转了400块钱 然后我说 当时我就见到 我说水洗赞叹 拿出400块钱来 这个水洗火供 我说特别好 我说你为什么 不是水洗300块钱 200块钱 或者是108块钱呢 那我就问了一个 这样的焦点 我说往下问 然后他说 何老师 他说你不知道 他说我心里想的 不是水洗多少钱的问题 而是真心的感恩佛母 其护法 他说如果没有 佛母和护法的加持 他说我现在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 那我就 我当时就问 我说 我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你说这句话 我说肯定是发生 有些什么事情 有些什么经历吗 他就跟我讲 他说 他是因为近20年来 经常在网上 能够就是在那个梦中 梦到别人 这个死亡 就是这个人 结果梦到的这些人 真的就是没多久 这些人真的就死了 而且近两年多里 这个梦中 知道有十几个人死了 结果后来都一一的应验 都非常的准确 他说 但是有一次 他梦到自己也死了 然后看到好多亲朋好友 都在忙着处理 处理他的后事 然后他的妻子也在身边 看着他 这个醒来之后 他回想起这个梦 他就知道可能自己 可能就不久人失了 想起自己一事无成 这么走了 就这么走了 心有不甘 几天之后 他就在佛堂里面打坐 他想观察一下 自己是什么因缘 导致今生短寿的 他请佛母加持 看看 就是他是什么 这个罪业 使他短寿的 因为他这个人 有打坐的习气 他精神也能够看到 一些景象 那么他在 打坐过程当中 他就呈现一个画面出来了 他说 看到一个房间里面 有一尊阿罗汉 一个尊者的 一个阿罗汉尊者的 这个圣像 被倒下的这个墙 给损坏了 所以他 他就说 他就认识到 他原来有一事 他是因为损坏了 这个阿罗汉的 圣像的罪业 导致 今世短寿 那么他知道了 这个原因之后 他就在那个电脑里面 找108位 这个阿罗汉尊者的圣像 然后一一的礼拜 唱会 发愿 就造这个 三尊阿罗汉的 这个圣像 那么到了晚上 他又梦到 有一个声音 告诉他 说 他说你已经严寿了 那么从那一天开始 他这个病了 一年的病 就好了一半了 那么又过了 又过了几天 就完全好了 就恢复这个经历了 所以呢 他说他非常感恩风 这个护法 然后后来 我说 我说你这个 我说你这个 也挺好 我说你这个 能够发愿的 就是能够做这个 做这个事情 我说尤其是那个 我说你现在 还是要多 好好地修 修持整理法 好好地念这个观送级 你现在没钱 你就多词咒 多念观送级 观送级里面也讲了 你念这个 普行行愿品 观送级里面的 普行行愿品 就可以消除你的 五逆十恶 五逆十恶罪 乃至五无间罪 都会消掉 那五逆当中 就有出佛生血 就可以消掉 你这个出佛生血的 那个罪葬 比你犯的那个罪业 还要大得多的 这个罪业 它都可以消除 你这个还不是出佛生血 你是这个五逆当中 把这个阿罗汉的圣像 给损坏了 对不对 他还是阿罗汉 他不是佛 对不对 那么这个五逆罪当中 它是包括出佛生血的 出佛生血 它都可以消掉 所以说 我说你还是要多 多念观送级 这个多词咒 这是消夜增福的一条捷径 然后他也是 发愿是每天 就是要词咒 念观送级 逐渐逐渐的 他这个包括他每一次 这个初识的 这个回向文当中 慢慢的就变成了 回向世间的愿望 回向自身的财富的增加 自身经济水平的这个提高 慢慢慢慢这个缘起出现了 村子里 经常会能够承包到一些建房子的 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工程 一些小的工程 慢慢慢慢的 现在 他的这个经济水平 就比以前要好多了 所以从这个故事里面 我们就 这个学安的 这个亲身的这个经历 就是我们知道 这个发愿 非常重要 我们准理法的这个发愿 不求大 不求全 不求空 要实际 要切切实实的 这个落地 要真正的让你能够发生改变 这样的话 就是真正的是能够 别人能够看到 能够是可见的 这个世间的这种改变 这种你自身福报的自身的改变 实际上 它同时也有初世间的功能 它是一匹的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准理法的 这个 这个 这个功德 它是 世出世 它是一匹的 世出世的功德 是一匹的 啊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